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王者荣耀,单挑强势的英雄不少,比如凯皇 特殊的被动效果造就了他单挑无敌的威名 今天就给大家说说单挑能力出色的几位英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1.吕布 吕布自从加强后,他的出场率有所提升 护盾加回血在边路抗压有着不俗的表现 吕布的技能虽然可以造成真实伤害 但是论单挑能力还是屈居莫稳 如果你是坦克,遇到吕布要紧身一点 真实伤害谁也扛不住 特别是出了破军之后,打起人来相当疼 2.貂蝉 貂蝉是曾经的单挑一姐 但现在的日子混得比较凄惨 1.貂蝉这个英雄非常需要蓝buff 有蓝buff的貂蝉和没有蓝buff的貂蝉是两个英雄 2.是因为操作难度高,会玩的人比较少 3.是因为貂蝉的瞬间爆发伤害不足 不过貂蝉只要够秀 单挑吕布的眼尾还是没问题的 3.凯 凯皇应该是新版本的最大受益者 1技能改版之后,暴击流转为半肉出装 弹度提升,但伤害依旧爆炸 凯皇操作简单,开启大招就是一顿乱砍 暴击伤害谁也扛不住 对付一些脆皮也就是两刀解决 4.敏玥 敏玥是很冷门的英雄,一直在下水道徘徊 但他没有能力绝对非常出色 敏玥的爆发伤害并不是很高 但他可以持续降低敌方的输出 2技能的锁链不仅偷取生命值 还有物理攻击力和法术攻击力 敏玥还有保命的大招可以增加移速和免疫效果 但这个因素在团战中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 所以出场率一直不高 那么各位小伙伴认为谁才是峡谷单挑之王呢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